地球人請回答 地球人請回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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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煩惱多 誰來聽我說 地球人請回答 加油 你覺得現在網路上面 詐騙第一名賣的商品是什麼 就是你的壓力褲 你知道耶 對啊 沒有 你那個盜版的壓力褲 一直出現在我頁面 我光檢舉就檢舉了十次 而且我跟你講 他已經一年多兩年了 對 你想看他這中間 可能已經賣了上千萬條了 因為下面留言超級踴躍的 難怪我走出去人家說 恭喜哦 你女生怎麼賣 只好賣衣服賣得多好 我告訴你 有感覺 我跟你講 我都開小北百貨了好不好 什麼貴富雙 小白鞋 對 為什麼網路可以這樣到 今天有消保官 你可以問他 答不出來就請他出去 喂 不要這樣 就是網路世界就是這樣 因為你現在PO任何的照片 比如說那個小白鞋 你知道那個照片的出出是哪裡嗎 哪裡 是有一天我要去參加 非洲的救鞋救命 所以我在家裡準備了很多的鞋子 然後我就在電梯裡拍一張 就告訴大家有這個活動 是非洲的救鞋救命 那一天我正要拿鞋去那個教會 所以鞋很多嘛 我還用那個推車 對 然後呢 這根照片就被拿起來盜版 因為現在網路是這樣 我PO照片 你只要喜歡我的照片 然後他就拿去盜用 就把我所有的鞋子 因為是不同牌子嘛 他把它全部 就說我去進貨 賣這個小白鞋 但他們滿認真的耶 很認真耶 他很認真耶 對啊,他非常認真 我PO什麼他就PO什麼 對耶 德民兄 他像他這個問題 是可以申訴的嗎 他的問題 那個本身對方就犯法 他就犯了違反那個 商標著作那一方面的 這個部分 像那個165去剪輯 165就會幫你處理 好,請問一下 所以他現在沒有要處理的意思 是不是 不是 他這樣打165 蕭寶官他沒有權力處理 他只能反應這件事 來,第一題請出 第一題就是要問 請問根據台灣電子購物業 在2018年總營業金額 到達了多少錢 一是一千億元 二是一千八百億元 三是兩千五百億元 請舉牌 請舉牌 一千億跟一千八百億 跟兩千五百億 好,現在要放胸口 選擇一的一千億的 他們不太相信 只有一個人 就只有Eason 一千億太少 因為我看新聞 大家一直都說 這幾年經濟不景氣 經濟不景氣 所以Eason也是沒有在網路購物 我有 我自己是屬於那種 腦波比較弱的 然後呢 因為我長期的日夜顛倒關係 我就覺得這幾年 我的腰開始腰痠背痛 然後肩膀也變得很重 就是整個身體變得很不好 所以我在網路上面只要看到 標榜是養生的東西 我絕對會買 比方說養生茶啊 什麼 養生按摩棒啊 養生... 養生按摩棒 對啊 要拿一種按摩棒 就是它可以... 它有點像不求人 是,就是心情愉悅的方面 對 然後它會有... 它會有那個 吸正能量的那種按摩棒這樣 是不是想破主題啊 你到底買多少按摩棒啊 然後有一天我就看到一個 超級神奇的東西 它叫做... 它叫做養生床墊 然後那個養生床墊它的標榜就是 你睡起來會比五星級飯店 那個床墊還要好睡 然後它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心裡想說 糟糕 十萬塊是很大一個負擔 可是我又看到它的算法 因為它說這個床 你十年睡不壞 所以如果你這個床 除以365天再除以遲的話 一天只要出30塊 然後它可以達到你這個 腰痠背痛的那個做骨神經痛 完全的改善 而且一天只要30塊還是要有在工作 情況下 你如果專心辭掉工作 專心睡的話 你一定會不會 這樣餐體算下來 我就覺得這個十萬塊好便宜 好便宜 一天只要30塊 然後可以換你一輩子的健康這樣 是啊 所以你都買那麼多了 所以我就... 我下訂了 然後下訂的那一天呢 剛好當時我人不在家 是我媽幫我收貨的 他們準備要離開之前 我媽就隨口問了一句 他們問說這個床墊是 價錢是多少這樣子 然後那個店員就說十萬塊加 我媽說真的還假的 那等一下 我媽聽到這個十萬塊以後 就覺得說這個床墊真的太貴了 然後我媽就說 七天之內是不是可以退貨 然後他們說可以 然後那個床墊 我到現在還沒有睡過 我就這樣子被退掉了 他只有他選一嘛 對啊,選一的 一千億的是只有一位 對 然後選一千八百億的有十六位 選兩千五百億的有三十二位 阿喜選三 對啊,因為我們現在 真的 然後因為我自己也有投資的關係 所以有 因為投資電商 我都有在買的關係 我很看好我自己 我相信應該這個數字滿龐大的 因為截至目前為止 這個月才過了幾天 我已經 畢竟我每天都會存一些 先進入購物車 這樣到時候要結帳的時候 比較方便 他又會一起集運送過來嘛 所以這樣每天存之下 又加上 譬如說還要買一些貼圖 先存個三、五千塊 一、兩天、三、四天 就這樣算一算 可能加種起來 我覺得數字已經 可以有一種 是啊,我有很常在這樣 譬如說在光邊看地球的人 然後覺得嘴纏 然後訂個零食 隔天早午還沒起床 他就已經在門口了 真的 超快的 他應該有一種什麼八小時 或九小時的到貨的 台北市六小時那種 將來會不會 還沒訂他就已經在門口 要訂更恐怖耶 太恐怖了吧 對啊 太恐怖了 可是我覺得年輕人越來越慘了 怎麼了 他都不去逛街 而且現在年輕人還會站路上 有一天我看年輕人都在路上 有一種什麼東那個車有沒有 對啊 讀了呢 我看了我就說 這個年輕人不走路 平常走路都難了 現在走一段路還... 到紅一顆鼻子 當我在罵一看是誰了 很遠就走過來 我就開始罵那年輕人 長那麼壯還要用手 這樣會變殘廢 我跟你講 在家還有手頭是刀 好方便 用手指就可以了 好了,算了 我再教你怎麼弄網路 好不好 網路真的很方便 小寶寶 聽得很生氣對不對 這些年輕人不在想什麼 這是二億千八百億元 因為根據經濟部統計電子購物 然後107年的營業額是 一千八百九十四億元 台灣人平均每個月網購2.5次 全年網購金額約為兩萬六千五百八十七元 聽了剛剛大家講法 我就知道說 為什麼現在網路上消費者很特別多 就是因為 這個必須要說明 像剛剛大家講的很多裡面 我看到的東西 看到很多裡面的那些東西 對不對 最重要的就是說怎樣 消費者沒辦法看 是檢視這個東西 我沒辦法親自去摸 親自去看 親自去體驗 對不對 所以說造成很多的這些問題 就在事後拿到東西時 就不一樣 所以瓜哥剛剛就問說 你那掛妝本來在台灣多少錢 在大陸只要三百塊 你是買到假貨 這種很多耶 對不對 但是實體也是容易被騙 可是實體你看到 有一次我們就是陪他去101逛 然後就逛到一家服飾店這樣 走進去他說 瓜哥這件背心啊 他要進去試穿一件背心 放在櫥窗 然後他們就進去找他的尺寸 這個背心剛到貨 而且尺寸 全台灣剩下最後一件 剩最後一件 一定要買啊 對 然後他就穿上去覺得很好看 然後就買了這樣 然後我們就去三樓逛逛下來 被騙 他沒有被騙 他只是講話技術 不是最後一件嗎 畫素 是妳的尺寸最後一件 這個不同尺寸 畫素 在這一些國際的網購平台上面 大家最常買的 第一名東西是什麼呢 一是服飾 二是鞋類 三是電器 你們可以 服飾 鞋類 電器 對 請舉牌 服飾 鞋類 電器 第一 這個選項 一看就叫三比較弱勢 電 電器比較多 電器比較少 一跟二差不多多 我覺得 我是滿常在網路上買 就是電器用品的 就是像那種廚師機 然後電風扇 就是那種 就是很需要搬運的東西 大型 對 我就覺得很方便 像我前陣子買了一個氣炸鍋 然後他就有分 他就說這個是 一般的海關過不了 所以你要特別付運費 他就直接寄到你家之類 也是滿麻煩的 還有電壓問題 一百一十伏 兩百二十伏 也是問題 對 那你還是選三啊 對 他喜歡挑戰你 因為鞋 這個衣服和鞋子 我可以在國內的平台 都可以輕鬆買到 不必到國際平台 對 有一些東西你就走國際平台才有 但衣服有些秀款 是國外才有的 是 對 是 那個時候有一個 已經絕版的手機 然後我就很想要很想要這樣 一個Sony的手機 我在網路上面真的找到了 然後呢 因為它是說它是全新的手機 來的時候呢 它的那個塑膠的膠膜啊 整個盒子什麼也都全新的 我就開箱了 開始使用以後我就發現 奇怪為什麼 大概才用個五六天而已 為什麼它的電子很快就會在 講完幾通電話之後 可能從七十幾% 瞬間掉到剩下5%這樣子 舊的手機啦 對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它那一款手機是可以 把電池換起來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把它的那個 電池拆開以後 我就發現它電池上面 不是都會寫一些字嗎 就是已經 對 被人家拿起來 就是充電過不知道幾百次的 那一種 舊的電池這樣子 後來我就拿去手機行 結果去手機行以後 它一看更慘 因為它那個裡面的 很多的那個零件啊 都是已經 然後它可能是把七八支手機 還可以用的零件 組裝成一支 一支我的手機 所以就是它外表是Nokia 對 但它的鈴聲是Sony Ericsson 對 然後 它的外殼 但是它的外殼是用全新的 所以你在外殼拿起來的時候 你會感覺不出來它是舊的 然後我就氣炸了 我就想說那我要跟這個店家 去講說我要換一支腳 那個店家就說 我怎麼知道 是不是你使用過後 這五六天 你有動過什麼手腳 或者是你自己的使用痕跡 這個中間的落差 這個空窗期太久了 很難追查 很難追查 我就說那我要去告訴那個消保官囉 結果 沒有,你就打給德民哥了 結果後來 後來果真兩天後 我就接到那個店家打電話給我 然後那個店家就跟我講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 你把你那支手機拿來我店裡 我再換一支新的給你這樣子 因為消保官的確有 就是發函給他們 然後讓他們知道說 就是這個事情有可能會立案 他們就嚇到了 所以他那個時候呢 就趕快打電話給我 想要找我私下和解 然後結果 因為我心裡想說 你都已經是可以弄出這種 就是組裝手機了 我現在再去換一台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那一台裡面 因為有一些零件是舊的 我就直接 我就直接跟他說 我不要你的新的手機了 我說你退錢給我就好了這樣 後來我就對退錢成... 剛剛有提到說 因為疫情的關係 最近使用網路購物的人 越來越多了 因此我們要問大家 你覺得底下的哪一個年齡層 這個使用網路消費的族群 有增加人數的 一是20歲 二是40歲 三是60歲 請選擇 我們燈可以滅掉嗎 有 好 一是20 二是40 三是60 就是因為疫情關係 到底哪個年齡層有增加了 是不是20歲的增加 還是40歲有增加 還是60歲的增加 一直有兩票耶 就覺得二十歲本來就不用增加 都飽和了嘛 這不用選一 大家都... 誰都會上網 因為我覺得二十歲 他自己本身就有這個 他就會 對啊,我是有飽和 然後通常四十歲 就是差不多在我媽這個年紀 他現在是 然後現在媽媽真的太愛團購了 就什麼水餃 然後各種零食 就家裡可以堆一堆 然後如果是六十歲 我覺得他基本上 對 所以我覺得六十歲不太可能了 你的意思看不起我們這種女生 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是我覺得就是 你們可能會比較嫌麻煩 所以可能就會託自己的兒女 或自己孫子幫你買 對不對 還年輕 是真的啊 但是我都是會拜託 我的助理 瑪莉亞這種 對 小禎他們就比較快 你們會懶得自己用 你們會寧可就給人家幫忙 你不想學 所以四十歲的時候還可以... 就四十歲的現在用的 可能比我們還要瘋狂 對 真的 因為統計出來的票數呢 選二十歲的是兩票 選四十歲的是三十票 選六十歲的有十八票 對 請公布正確解答 好的 答案就是 三 六十歲 那根據信用卡公司統計呢 兩個月呢 六十歲呢 上升了六點五個百分點 四十歲呢 上升的是五點三個百分點 今天消費者 那個像我們看到裡面 有個申訴案件 他怎麼講 他說我就看看 看了假家這個 看得很不錯 我就訂了 訂了以後 又看了倚家 倚的比這更好 對不對 我就取消假的 他還沒送 他要取消 他就不讓他取消 也不讓他退 就是硬要收他這筆錢 那個業者回覆他 他說 講了很多其實就是一句話 一手太尖了 所以沒事你去看那麼多 看那麼多幹嘛 然後來取消這個 手太賤了 對不對 這樣子 你說 那個消費者來講 他情何以堪 法律來規定來講的話 你貨都還沒送出來 你可不可以退 可以 當然可以 你貨送出來 我都可以退 為什麼貨還沒送出來 不能退呢 對不對 當然消費者有這種權利 這裡面就碰到有一個 為什麼退貨糾紛特別多 有一個東西就是 他的網站上就給你寫得很明白 七天內可以退貨 他直接這樣寫 消費者當然放心買 對不對 就可以安心退 你要退時他不讓你退 我問他為什麼 因為你退這個東西的錢 還不如你這個 退貨款項的這個 沒達到你退貨 就是運費的這個成績 還有一種說 我讓你退 可是所謂退的意思 讓你換成 你可以買別的 有很多這樣子 可不可以 不行 其實都是違法 這些都是違反規定 法律上規定 就是可以退 而且是 無條件 不需負擔任何費用 中一季中午晚間十一點 中天綜合台 地球人請回答 地球人請回答